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次長,還有主委,各位政府官員,媒體朋友,公眾人,大家午安,大家好 先請這個代主委一下 有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你好 剛才都提到很多的問題 當然就是關聯這個專任運動教練的問題 這個專任運動教練,其實我們在很多場合 常常都遇到那些做part time的教練 有一些請求的情形 他們一直在講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目前的國中小裡面 都有一些part time的專任教練 但是為什麼沒有辦法 多一些的這個專任教練的情形 剛才看到你們所寫的 當然這個可能 你認為說要聘這個專任教練 都是屬於由這個教育部 來這種聘用的 那我們就了解到教育部 當然他這裡面有講到說 他有一些規範 怎麼來請這些專任的運動教練 那我想這個專任運動教練 因為他本身 他是個比較特殊的 並沒有像我們要當老師 他一定要有這些協分 他有一些這種這個去 做某種 這種這個演習 他才能夠 得到這種這個老師的書 運動教練大概不要吧 那個主委 運動教練要不要符合我們 國中小的老師的這樣的書 專任教練 就是按照國民體育法 十三條第二項的規定 審定的這個單位 是由體委會 確實是沒有錯 那我們目前審定通過的 這個專任教練 有2992位 那分成這個初級 中級高級跟國家級 這個四個級次 那目前就如同剛剛委員提到的 就是目前專任教練的聘任 由各縣市政府這邊來做聘任 當然我們體委會這邊也有 從78年一直沿流下來的這個專任教練 目前就有122位 那這122位的專任教練呢 放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公務預算裡頭 我們禁忌處的公務預算 一年才10.49億 10.49億 我一年就要編 114千萬的這個經費呢 付這個專任教練的薪水 所以剛剛我們表達的就是說 我們非常的希望 各縣市都有專任教練 這個是我們體委會的期待 特別是我們是主管機關 那如果說這個經費 要放在我們的公務預算來支的話呢 嚴重排擠到我們所有訓練的經費 這是我們體委會表達的意見 那當然以體委會的立場 我們為了推展這個運動 培養優秀運動選手 如果在22個縣市裡頭 都有專任教練 特別是在我們基層訓練站 或者體育班 都有專任教練的話呢 我想這個當然是提升 我們競技實力最好的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部分 當然有提到的就是基金的這個部分 在基金的部分我們也希望這邊 可以投入在專任教練的這個部分 可是目前基金我們現在 也有一些作業的辦法 也就是說當我們最優秀的選手 比如說奧運或亞運 特別像我們在去年廣州亞運的 這些基優運動選手 我們也已經用在我們的基金的這部分呢 已經輔導他們來做就業 比如說這些選手 比如說溜冰選手 他也輔導到這個溜冰協會 這邊來做一個輔導的就業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都已經開始在做了 所以我現在剛剛講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涉及到 經費的問題嘛對不對 你縣市主管 縣市機關 他要來聘請這個運動 這個專業的這種教練齁 那他可能是經費 他沒有這個錢 他當然不可能去聘嘛 所以現在目前大概 有聘的大概都是一種 這個part time的這種 這個教練的這種情形嘛 那剛剛所講的說 我問你說 你現在審核的時候 你們審核是 依照什麼樣的情形審核的時候 他可以當運動教練 按照他的這個條件 資格條件 比如說你有 你有參加過什麼樣子的一個賽會 或者你有指導過什麼樣子的一個選手 我們都有訂定這樣的條件 那你如果有 你的條件是達到初級的話呢 我們就頒給這個初級的專任教練 我們是用這樣子一個審定資格 所以他這個教練是跟一般的老師不一樣嘛 我們一般老師的這種這個 資格不一樣嘛 必須要修教育學分 那我們專任教練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資格審定 對,資格審定嘛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你剛才講有兩千多名的 2992位到目前為止 但是他不是一個 所謂專任運動教練嘛 對不對 都是可能是這邊間那邊間的嘛 有專任的你剛才說幾百個啊 目前就是從我們2992位 有考出去的這個部分呢 有215位 可是事實上齁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問題會被委員提出來 很重要一個就是說 你是 是在學校裡面的內涵 或者是外加 因為你如果說是內涵的話呢 就牽涉到師生比這樣子 一個員額的一個問題 所以那委員當然是希望就是說 可以在外加的情況之下 如果以體委會的立場 如果外加可以放在這個專任教練的話 我們當然是欣然接受 而且是舉雙所贊成 那現在他們這個 每一個這種這個縣市啊 他認為說你把它放到這個 內加 這不是外加的時候 等於他是偏在裡面的 就是等於會排擠其他的 預算嘛 這經費嘛 所以他希望說外加嘛 外加你現在沒有錢嘛 外加的這個部分 對外加的這部分 因為現在聘任的這個部分 兩百多個 恐怕沒有辦法適應現在目前這麼多的縣市吧 不是兩百多個 就是我們現在從兩千九百九十二個這邊考出去的 就是說他們取的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的這樣子的一個資格的這部分呢 有兩百一十五位 現在運動 專任的運動教練有多少個 我們就是審核通過的 目前有兩千九百九十二位 各個縣市裡面有聘 聘他變成這個專任的老師的話是有多少個 你曉得 這個部分我們這邊有一個數字統計 沒有關係啦 你就是大概這個齁 你看看說這樣的一個情形 能不能提升我們的這種這個 運動的人才嗎 或是補給化的這種情形嗎 那不行的話就應該怎麼去受罰 不是說他外加沒有錢 那我們就放著不做 這個不對啊 對不對 那我們要說要 運動人口要倍增 我們說要這種這個運動人才要怎麼好 但是我們的運動的這種這個教練 多數啊 東奔西走的這種情形 沒有辦法安心的這種這個狀況 他怎麼能當得非常好呢 我個人來想的話 實在你沒有講啦 我認為說 現在目前的專任運動教練 絕對不會符合我們現在目前 過縣市所需要的這種這個教練 那你現在我們每一個老師啊 中小學的老師啊 都要多少人 多少幫隊友一個老師 然後你的運動教練啊 都沒有一個規定 住生住妹仔結果他自己來 來來來來走 這不對的啦 我是建議說 我主委 你應該去做一個一個評估啦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大概這種這個 專任運動教練啊 大概有多少 這起碼要有一個給 每一個縣市委 一個平均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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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舒服嘛 使他能夠去帶動嘛 對不對 我跟委員做報告啊 就剛剛我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兩千九百九十二位的 這邊的 考初級的專任教練呢 目前的專任教練有兩百一十五位 對啊 那我們自己 體委會從七十八年到現在 留在我們體委會的專任教練呢 有一百二十二位 這就是目前 國內的這個專任教練的現況 那這樣過目前的 我們台灣的 中小學用嗎 當然不足 也就是說 我們 我們從這個兩千九百九十二個 這個教練的百分比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 只禁用到百分之七的這個比例啦 那當然就是從這個 這個數字來看的話是相當低的 當然所以我們 我們體委會的立場也是相當 相當的期待 如果說 有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經費 然後預算餘餓 這部分也可以解決的話 當然就解決我們所有專任教練的問題 這個部分 體委會絕對是 全力的一個支持 我曉得啊 體委立場當然是越多越好嘛 是沒有錯嘛 但我們希望說能夠 評估一個比較標準的 到底我們現在目前的 這些兩百多個這種 這個 這個 專業的這種 專任的這個運動教練 他假如說要能夠在我們 這個台灣 最起碼產生他的這種 這個一個 帶動的話 他大概有多少人嘛 我們現在目前一般的老數都在 評估他多少人多少人 運動教練從來沒有去評估過 對不對 我跟委員做報告 如果說委員要一個這樣子一個數字 一個大約的數字的話 我們現在的基層訓練站 就有1600個基層訓練站 那這個一個1600個基層訓練站 最起碼最基本的條件 1600個基層訓練站 也必須要有一個專任教練 不要說運動傷害防腹炎 或者是這個運動科研 人才都不用講 光是專任教練 我們1600多個的話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你看這樣子的一個 我想齁 市委 我不是要你一下子提升那麼高 你最起碼說 你還有增加的這個機會嘛 提出來我們當然共同性努力嘛 你不要說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就沒有辦法 好不好 我是希望你評估一下 大概可以增加多少 那經費我們是大家來努力 這樣的話應該是比較好嘛 我們不能說 一下一兩千個我們不可能嘛 但是最起碼要慢慢慢慢提升嘛 賤錢賤錢慢慢的發展嘛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這個希望說你 有以後也給我一個說明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 那我們請市長一下好不好 請市長 市長 市長 這個當然今天有講到這個 性別平等教育法 這裡面當然有很多人的版本 一大堆啦 當然你剛才有一個 重新的整合的版本 我還沒有看也不曉得啦 不過這裡面當然這個 是有它的必要啦 不過當然裡面 必須要再去檢討的 比如說你這裡面的這個 我看了這個 什麼名詞啊 這個 市委員首講這個名詞 寫了一個叫做所謂性傾向 主個人的性 可望的這種情形 幻想和感覺的對象 性傾向不一定對性很可望啊 他可能是他一點感覺都沒有啊 形象不一定說他就是很可望啊 對不對 我都沒有沒有感覺 所以這個 好像不盡 如我們所講這個名詞的一種要件 性對藥非常可望嗎 市長 是 有必要這樣嗎 他這個齁 可能是從那個 那個學理上齁 的一個 學術名詞 那他是指說 那個一個人齁 在感情關係上 比較吸引他的是 同性呢 還是異性 還是雙性 對啦 那個是另外 我是說他講這個 我認為是有點問題 你同意不同意啦 性可望的這種 這個情形啦 我想 我都沒有對性都沒有可望啊 這不是性傾向嗎 他就是不是性傾向嗎 是不是這樣 所以那個本部也有修正文字 那不同委員的意見 我們在條文 主條的時候再來 我想這個齁 有時候名詞要非常順重 不好意思 因為我時間快到了 我非常簡單的齁 再跟你請教一下 就是關於這種這個 你現在這個校園的霸凌 要不要請這個 向新別室 要把這個警察 加入的時候 到這個校園去行邏 這個當然在 加入來講的話 是有一點彈性 假如說他在平常上課的時候 我是不贊同這個 叫警察進到校園去 警察進到校園去 警察進到校園去 那不得了 誰知道老師都不要有什麼功能 就警察去 去負責就好了嘛 所以 在加入我是比較說 有一些彈性 但是假如說他在上課時間 我們是不 引起這個警察到這個校園裡面去的 這是我 我自己的看法說 請處長也能夠 稍微做一種 這個考量 那另外就是說 關於這種 要不要用這個 行法 行事來做一種 處分的一種 沒有 這種進到責任的這些 教育工作人員或老師的情形 我個人是認為說有一種著中的 假如說他是一種通報的這種情形 用這個行政的 行政法的情形 我個人是個同意的 那假如說他是 內造 他是這個什麼 偽造 偽造 偽媚 等等 這是很顯然是涉及到刑事的問題 行法的問題 當然我們在刑法裡面有講 你這個是可以用刑法來詞問 沒有錯 但是也不是說 他就不能夠用 在這裡面規定用刑法來詞問他嘛 他看到以後他比較能夠了解說 誒 我這邊有刑法喔 這個比較麻煩喔 我們很多事情用民事跟他 跟他詞問的話 他不理你了啦 有錢啦 他根本就不理你 什麼叫有錢的這種情形嘛 但是我們要看他的狀況 這個是不是受起到 法律的侵害 或是說我們有什麼 有沒有這種這個 適合這種 這個形式上的一個處罰這種情形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有時候他是會用行政法法 行政處分的這種方式來處理 那是對於這個 刑法上有規定的 我們必定要用刑法來處理啦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比較 著重的一種這個情形啦 那另外就是管理這個 國家型的測驗齁 我看到說有這樣報導啦 中小協國家型的這個測驗齁 成績的測驗 那但是啊 你們又講說啊 那個另外一個處長講說沒有這個事情啦 那我不曉得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這樣做 我們現在 十二年國家是希望說 免事升水啊 是希望說我們不要有給這個 這個學生啊 一直在 背著數包 越包越背重 越背這種這種情形 那現在好啦 你現在免事了以後啊 你還要做這種 這個叫做所謂 定級的國家型的這種 這個成績平量的損卓 到底有沒有這樣啊 那個目前齁 我們並沒有所謂 國家型測驗 這樣的一個 嚴厲或規劃 你講的名詞什麼不一樣沒有錯啊 但是一樣嘛 那針對就是說 如何齁 去嚴厲一些 平量的標準啊 或平量的工具 來供齁 那個基層的老師來參考應用 那這個當然就是 有在持續上的嚴厲啦 因為現在你委託這個台師大 中心研發一個叫做 國中學生成就評量標準嘛 就是這樣嘛 那國小當然沒有在裡面啦 不是國中小啦 我看是只有國小啦 國中 這個國中啊 先從國中 對啊那你這個 有沒有這個必要可能也要講 我們現在還有段考 小考什麼考 抽考 那會考了一大堆 然後還要這個行 那有什麼叫做免事呢 他還是要考啊 那你平常送他的這個 這個抽考啊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尊重委員的指教方向 學生的成就評量 基本上應該學校本位學校 自主的去決定 在什麼適當的時機 瞭解學生的學習 跟老師的教學情形 那政府中央主管機關 能夠半年就發展一些工具 即使發展出來 也是供學校 給他們去參考用 對對 不是一種國家統一性的 定哪一天 來做這樣統一性的測試 就要再考了嘛 就不要免事 一般考 小考斷考 國家出現什麼考 考還是考了一大堆 我想說這個 所以委員這個指教方向 這一個 給他們做一個參考的 是 但是不要影響到每個學校 都要這樣做 是 好 謝謝委員